哈喽 大家好 晚上好啊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然后今天晚上呢 我们要飞往新加坡去访谈一位特别的观众 因为我所有的系列里面呢 大部分访谈的 就是我所有的访谈系列 大部分访谈的都是女生居多 今天晚上很特别 我邀请到的是一位男性 而且是新加坡人 而且他是用有幸福美满的家庭的一个好男人 那所以我们今天晚上就会相信 会给我们的男生的观众一个很不一样的启发 所以我们就来欢迎今天晚上的来宾 Dave Wong 哈喽 大家好 我是Dave 是从新加坡来的 哈喽 谢谢你 哇 嗯 对 首先谢谢你那个 播出时间过来 然后让我接受 接受我的访谈 所以 好 刚才你要开始自我介绍了 不好意思打断你的 对 因为我在资讯科技 科技已经做了20年了 打工已经达到很远见了 因为我有一个11岁的儿子 我大大小小就去过很多种不同的课程 也参加过不同的网络生意 机会等等 所以这一个生意对人来说是很特别 等一下我会跟你讲为什么 OK好 那就很好奇 因为刚才你有讲到了 你有尝试过别的网络事业 你有尝试过各种不同的事业 那还蛮好奇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一个其他的事业 OK 可能十多年前你这个internet marketing 网络行销是很流行的那时候 所以你可能去一个两天还是三天的课程过后 你可能自己就要自己去揣摩如何运用你所学的 并展现出来 这种模式会很困难 因为都是你自己一个人在做 如果你要找回你那个导师 你又要给钱 所以给他的钱是五位数以上的 所以是蛮贵的 所以通常大数字的人就是自己去揣摩 你揣摩不出来就放弃 所以这种营业模式是很困难 所以我还是打工20年 为什么 因为做不起了 懂懂懂懂 所以你之前其实是有做过internet marketing 类似这方面的东西 对 对 OK OK 那所以就变成是因为 就是你想要做的市场跟你学习的东西 其实中间还是有一个落差在的 所以你不晓得说你学的怎么运用到你的市场里面 所以就变成是自己要去补足那个中间的那个空隙 或者是那个gap 你就要去想说好 老师教的怎么把它转化成这个事业里面可以适用的 那这个的话就是真的要花很多很多的时间 那所以你已经开始 你曾经开始过事业 启动过事业 然后就觉得说因为花了很多钱在学习上面 就得不到一个结果或是一个成果 那遇到了这个网络 这个网络事业 我们两个正在做的网络事业 是什么会让你觉得说 好 它不是 它不像你之前的那些网络事业一样呢 这个有很大的差别 因为之前的就是你自己就是你自己的导师 你自己要懂如何去创立一个网站 如何如何做行销 一直要就是只有自己可以参考 也没有人可以参考 有没有人会教你 这一个生意都不一样 这个生意是国际性的 我们有全世界从美国 加拿大 新加坡 马来西亚的人 一起来做这个网络的生意 因为我们也有一个训练平台 全部是video 没有step by step的 所以你很简单的说 step one做这个 step two做这个 step two做这个 做不会你还有你的mentor 来教你看哪里有什么落差 像你follow的可能不大好 你的mentor会教你怎么改进 让你的网络更发达更好 这个是之前没有的 因为你没有mentor 你没有导师 之前没有导师 因为导师你要给钱 一直给十万两万三万 一直给一直给 所以这个是很浪费钱的一个概念 这个网络社就不一样 有很多人可以参考询问 如何进步 让你的网页 让你的行销策略更好 更上一层楼 嗯 ok 就刚好就是因为你之前有过那些经验 其实怎么讲呢 就是之前其实你已经想要 一直以来想要创业了 对吧 就是你想要在网络上面找寻机会 只是说之前你找寻的那些机会 就真的不适用你 因为就是要在自己摸索 可是当你看到这个事业的时候 你有导师 有系统 然后又有培训课程 什么都有了 而且你还不用自己摸索 你就觉得说就是他了 对 你一直在寻秘密的机会就是他了 了解哦 那所以我们其实有touch到 就是你喜欢的这个事业的一部分了 那你觉得说你刚才有讲了那么多 就是导师啊 培训课程啊 然后少了自己摸索的时间啊 你还有没有就是喜欢这个事业的哪些部分了 呃喜欢就是因为这个是国际性的吗 所以你可以认识到很多 呃不同国际的呃 呃的人士一起来建立这个事业 因为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想法 不同的呃知识 我们可以互相学习 可能他在某方面的行销策略做的很好 我们可以参考一下 问他到底他做了什么 我们可以借借来运用在我们自己的行销策略 或许可以跟上一层楼也是 哦 ok 对确实是国际性事业 然后可以跟观众分享一下 我跟Dave从来没有见过面 我只有在vlog上面就是留讯息给他说 我可不可以就是邀请你来做一个访谈 他就马上答应了 所以你说在这个事业里面遇到的就是真的 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都是好人 所以就是会觉得说 就是就是大家还蛮就是愿意互相帮忙的 所以能够完全的感受到就是说 Dave在讲的就是国际性的事业 然后可以互相帮忙 然后会就是互相切磋交流一下 哎搞不好你的方式就是适用我的 对对 所以就真的超好的 那所以那你觉得说就是因为这个事业就是它是真实的事业 就是任何的一个企业的话其实是会有高低起伏一定会有挑战的 那你觉得你自己本身在这里遇到了什么样子的挑战 挑战就是说当你进入这个生意 你要以生意人的思想模式来经营这个事业 你不可以以打工的心态来经营 因为怎么讲这个生意都是需要你的耐心去参考学习跟进你的知识 你才能把你的生意带成更好的层次 所以呢 这个不是今天你进来明天你就变成百万富翁 这是不可能的 没有一个生意片马上让你百万富翁 所以你要花一点时间去学习 学习了之后然后去运用 所以你要可能一年两年三年的时间 如果你还有打工的话 如果当成这个是side income 所以你可以更用更多的时间去跟进这个事业 所以你不要有那种走捷径的心态 为什么我做了两个月三个月就没有赚到钱 这是生意 这个不是打工 今天我去office 一月底我就拿到薪水 不可以拥有这种的心态 所以好像你今天去开一个咖啡厅 我花了五万块开了一个咖啡厅 买器材请人做了三个月也没有钱进来 我就无关币吗 不可能啊 我要cover back这些投资基金 所以我们要做长久一点 改进我们的营运方式 吸引更多的客户进来 像我才有赚更多钱吗 对吗 所以我们要有那种 persistent跟determination 这个最重要 所以在这个网络世界里面 我们有很多积极的人士 当你困扰的时候 可能在情绪低落的时候 你去找他们 或许他们的故事可以激励你 更坚强的做下这个生意的journey 然后很喜欢你讲的就是真的要有耐心 就是我觉得耐心是大家现在这个社会里面最缺乏的 大家都想要一业致富 或者是想要赶快就是有钱赚 可是真的就像你讲的就是事业的话 真正的事业 至少我听过的就是传统事业 都要三年五年甚至是十年才能够回本 对那其实在这边的话 我们要看每个人的努力 不见得说你就是一定要花三年五年十年 有些人可能一年两年就有达到 有些人五年就有达到了 可是就是就像你讲的 就像day讲的就是毅力恒心还有耐心 就是你只要有具备这三个要素的话 你而且你坚持到底 其实是总有一天一定会达到的 因为不可能不会达到 除非说就是你放弃了 对 对非常好的一个分享 很喜欢 那我就觉得说你这个事业的话 其实是对你来讲的话 有带给你其他的转变吗 就是除了你现在拥有事业之外 其实有很大的转变 因为当你开启这个生意 你就接触到不同的理念 因为打工的心态就是每天去office 晚上回家睡觉 每天又制作一样的东西 这一个就不一样会让你想要设立目标 可能三年后你要做什么 五年后你要得到什么 所以你可以朝着这个目标慢慢的进行去实现 然后你也可以知道为什么你要做这个生意 因为你要有更多的时间陪家人 因为打工不可能打工到六十岁七十岁 所以我有一天发觉那时候很多的美好观影 跟你的家人的那些时间都已经浪费掉了 所以人生很短没有人知道可以活多久 所以要趁有时间的时候陪家人多一点 所以是最重要的 所以这个网络所以让我改变 所以我知道时间比金钱更重要 我们要增进时间 因为时间一用了赚不回来 钱用了还有很多方法赚赚回来 所以它让我改变很多的思想 OK 就觉得说就是 我常听到的就是男人以事业为重 可是在你身上你是看到不一样的一个思维 你是变成是你现在知道你最重要的 就是你家人 你儿子 你老婆 然后想要跟他们拥有更多美好的时光 然后创造更多好的回忆 那这种思维的话 其实是 我不太确定说有多少男人可以 就是真正拥有这样子的思维 可是我就觉得说 确实是一个蛮好的思维 因为就是事业的话 就是再怎么样子 就是不能陪伴你一生一世 就是他不像家人一样的 有温暖的 有就是会可以带给你温暖的 也带给你爱 那我觉得说在这样子 在这个事业里面 却让你就是找回 对你来讲真正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 那是一个还蛮 还蛮好的一个改变跟转变 对 那所以呢 就是最后的话 我们来到这个访谈的 就是结束之前 你有没有什么话 就是想要跟我们的观众分享 就是尤其是你一个男性的观众 然后开始了这个网络事业 那你这样子开启了你自己的事业过后 你的历程或者是你的心得是什么 是观众可以带走的 就是要给自己一个机会去尝试这个网络事业 因为刚才我说讲的时间是有限的 所以我们要用最短的时间 就是我们或许一个钟头 两个钟头 三个钟头的时间 去打理这个生意 剩下的时间 我们就可以有去陪我们的家人 我们不需要花八个钟头 十个钟头 甚至十二个钟头去打工 你回到家 家人已经睡觉 明天早上早早又要去出门 这种不是应该我们要过的生活 我们要过的生活就是 钱 虽然要赚 不过不需要花太多时间 所以 给自己时间去尝试一下 你不知道这个生意可以带你到 每个层次 因为很多人就是 很多人看到很多的不同的机会 没有去尝试 觉得是不可能做到 觉得是自己没有那个能力 觉得是没有时间 等等的借口去尝试看 了解一下 或许这个可以转变你的整个人生 对 很棒的分享 确实是要尝试给自己一个机会 因为没有尝试的话 你怎么知道说到底适不适合你呢 而且就是 在这边的话 其实尝试了也没有无伤大雅 因为 其实我们在这边要 投资的这个资金的话 其实是 不算很大 而且我们还有免费的90分钟 线上讲座 所以就是变成是 对大家来讲的话 对大部分来讲 就是一个 算是一个零风险的一个事业 因为 我至少我现在还是一个上班族 我一个上班族的身份的话 我其实是负担得起 那Dave的话是 是一样是在IT 还是一样在IT工作嘛 对不对 对 他IT工作 然后又要养家庭 所以可想而知 那个经济 经济压力是一定是有的 可是仍然 仍然那个Dave 还是有那个多余的 可以负担的起这个网络事业 所需要的营运成本 或是启动的成本 所以我就觉得说 就是这个事业的话 或许适合你 或是或许不适合你 可是唯有尝试过了 了解过了 你才知道真正的知道说 到底这个网络事业 能不能带给你 就是你想要的改变 就像Dave讲的 就是我们现在网络的事业 网络的时代 我们不需要花太多太多的时间 在工作上面 其实是有更好的管道的 只是说要不要选择 或是要不要去尝试那个管道的 OK 谢谢 谢谢Dave这些分享 然后就是就觉得说还蛮受用的 然后我就觉得说应该会给我们的男性的观众一些新的想法 新的观念 然后或许正在走在一个十字路口上 需要面临一些选择 可能面临到一些生活方面的压力 可是就是当你想要做一些不一样的选择的时候 或许你就是可以找Dave或是找我 就是我们都愿意跟大家分享这个网络事业 看看他能不能带给你一些你向往的一些改变的生活 好 那就先这样子 再次感谢Dave花时间来接受我的访谈 对 好 好 那就针对我的观众的话 希望你们有收到一些启发 那也希望说 就是你们可以继续收看这个频道 明天的话呢 我会 就是跟大家分享我自己本身在这个事业里面 得到了哪些成果 那如果说你有兴趣听的话 欢迎明天与一样的时间台北时间晚上的7点45分 今天会比较晚一点 就是明天的话是台北时间晚上7点45分 那就先这样子 谢谢 好 谢谢Dave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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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